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是黃雪盈 身邊嘉賓請來有耀材證券研究部高級分析員 黃偉猴,Rafi在這裡 Rafi,你好 你好 先跟進今日一些焦點股份 首先見到的消息是有關國企改革的消息 深交所今早公佈了安岡股份編號347A股 和本岡板財臨時有停牌 備受關注的兩隻股份合併方案 可能在星期都有消息公佈 見到當中的347H股安岡股份 現在報在$4.05,升超過3% 今天見到秋星上來升穿了10天移動平均線 但升幅似乎收窄了一點 會不會是之前的憧憬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現在暫時要先消化一下呢 當然這麼說 其實今早本身再炒上安岡主因 剛才說明已經說過了 因為之前可能內地是保港和武港做國際合併 直到這一刻傳出來 連安岡和本港都可能想有國際合併 可能是最快年底會做 才炒上相關的安岡股股 但的確為何升幅 或者慢慢沒有那麼強勁 或者去到這一刻都在$4.05,$4.04左右 叫做橫行了整個安岡 因為始終到到下午回來 大概幾個字之前 其實安國三、四、七這邊 就澄清暫時它對有關武公司 安國集團和本港集團合併不知情 當然它這樣說不等於不做這件事 只不過暫時以上市公司三、四、七來說 就沒有特別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就令到那個升幅就開始叫做慢下來 但你見到沒有收窄到的時候 或者沒有突然間是從升轉回跌 沒有了升幅的話 其實明顯地市場仍然會做這件事 因為其實以整個內地鋼鐵業 今年回來都預料會這樣走 一來就可能走一些去產能去庫存的改革 你見到譬如降價慢慢都站定一點 到之後亦都預料整個行業走一些整合重組因素 而之前譬如無鋼補鋼都正在做 所以接下來只剩下安港這些其他龍頭都繼續做 大家預料都是這樣走 所以這刻三、四、四是澄清沒有這樣的事 但不等於它到這一刻為止不知情 不等於之後不知情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市場仍然還有這個炒作在 所以對這些股份來說 我覺得仍然還有一定的炒作空間 所以我對安港來說 其實看法上還是比較正面 甚至乎以今天回來 一來剛才雖然都說突破了10天線 而以今年的成交相對都頗大 所以我覺得只要接下來短線都依然能夠 是站著10天線樓上 大概4元邊樓上走的時候 我覺得有條意向上市 以這一陣來說能夠突破4.2 即是之前譬如可能是6月、7月、8月 幾次這個頂4.2這位都能夠突破到的時候 我相信是有機會大膽一點這樣說 挑戰去年高位 即是今年的高位大約4.6左右 所以我覺得暫時計算 只要守著4元樓上走 那個看法上講都仍然是比較正面 好 麻煩你 我們再看看鋼鐵板塊的造價 首先看到安港股份升超過3% 報4.04 馬鞍山鋼鐵升超過3% 報1.87 至於重慶鋼鐵升超過4% 中國東方暫時停牌 至於首長國際升超過5% 報2.41 好 另外就是另一個焦點板塊 見到就是豪賭股方面 上星期博彩收入都未如理想 今天來講 見到整個板塊都要跌 尤其是1928和27 都是跑輸其他籃籌的 看看他們現在的表現 見到銀魚跌超過2% 而澳博都跌超過2% 報5.63 金沙中國跌近1% 報34.05 至於永利澳門和新豪國際 都要跌近2% 美高煤中國跌超過2% 暫時報13.36 其實之前都有少少利好的因素 包括中秋方面有假期 另外有一些新賭場 都開幕了 有點憧憬 但似乎利好消息 好像都反映得差不多 見到一些大行又出來 就轉吹一個淡風 又說到預料他們博彩收入會跌 亦都說到行業的相關股份 那個股值仍然是一個高位上面 其實接下來是否沒什麼利好因素 再可以反彈上去 當然我自己對豪賭股的看法 就不算太差 雖然你看到這幾天 特別這兩天回來 個別大行叫做踩多一兩腳 令股價又再倒下來 跌得比較急一點 但是為什麼說不是太差 因為始終我覺得 大家都要拉闊一點去看 以近這兩個星期 豪賭股的走勢是怎樣 你看到上星期 特別是星期尾 其實升得是挺強的 而當中星的主因 又是關大行唱好事 但是到了剛才提到的 就是這兩天回來 當個別另一些大行唱淡又倒下來 所以明顯地它升聰一點 都是受到大行報告左右 所以其實只不過是因為 個別大行報告 叫做少許令股價 是被武功弄低所知 但是實際情況上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理淡 或者是否看得這麼差 正如自己剛才也說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不是太過差 一方面就是 以上星期炒 當然除了大行看好之外 可能另一個短期的因素 剛才提到的 譬如新島長開 巴勒人上星期二開了 而緊接著中秋假期 變相炒了一兩天 而的確你說 當這些炒作因素過了之後 變相今個星期回來 稍微又有些收押 我覺得都很合理 甚至乎 你說未來沒有東西炒 我覺得其實也未必 因為不排除 當然不排除長期 這一兩天再可能 擦一擦一點 變相是擦低多一點 變相低了一點 才有機會在後市炒上來 始終我覺得 現在去到九月中後段開始 又會炒回九月份的迫作數據 甚至乎炒了十一黃金周的因素 以九月份的迫作數據來說 其實我看法就不算太淡 雖然傳統來說 九月份是淡的一些季節 但以往去年來說 其實基數特別低 只有171億澳門迫作收入 以往往年來說 其實今年有機會繼續回戀 也不奇怪 二來的伊芬剛才提到 九月份回來有一個新賭場 當然暫時未知實質效應是怎樣 但以往上月八月底 永利王公開之後 其實也帶動到八月份的迫作收入 是比較有一個按連上的回升 其實也有一定憧憬 所以加加上 其實我覺得九月份數據 應該不會太差 再加上之後有11的效應 其實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到時九月底 可能又再炒過很多股是不奇怪的 所以反而這一刻 可能自己先握一下 到之後再做好一點 其實我覺得是看法上我自己這樣看 所以我自己對很多股的看法 又不算太差 特別就是當中金沙 看法更加理想 因為中場業務比較多 所以暫時來計 正如今早搭加林股 還說的就是以回33元 我覺得短期來說 是繼續守住這些位置留上的 都可以考慮試一試 我覺得其實後市來說 可以的話 以回之前高位36.75元 做回目標價 當破得到的 才賣回38元左右 所以變相 或者暫時對博取股的看法 其實都算是比較樂觀 最後看看港股方面的情況 今天的格局似乎有點悶 看到早上低開50多點 最高是看到下午3點多 回到來都是倒升1點 現在暫時都要下跌9點下來 暴23,541點這個位置 主要都是要問10天線這個位置 有沒有機會衝破呢 因為見到最近的指數看到上面 都是沒有怎樣突破到10天線 接下來可不可以有望衝刺呢 當然10天線我覺得都有機會收穫 但是就要再等一等 特別你見到今天很明顯的 就是市是剛才說的比較靜 靜的成交雖然暫時未收定 但是只有580億左右 同時上星期或之前那一陣 可能900多 1000億 800多億來計算 明顯地是縮了很多 都幾意味絕製整個市場 都比較冠望氣氛濃一點 一來冠望的因素 就在看美聯儲議息 這兩晚都會舉行 當然問到自己來說 其實都說了很多次 我覺得加息機會性就不高 但是都要真的看看會後聲明 或者是言論講話怎樣看 所以形成就先冠望著 各市又不敢看輕居妄動 所以落又落不了 上又上不到 形成就先拉腳著 我覺得主要在接下來 如果議息之後 是比較正面的支持的話 要重上10,000線 或者市分24,000機會性 我覺得是有的 帶了出來的結果 可能比較負面一點 稍為市可能落下 例如23,200 又不是沒有機會 所以暫時都是23,200 去到24,000區 格上落 謝謝Ryfi的分析 跟大家看看主要藍籌 今天表現 匯控升3號 中移動跌5仙 健行升5仙 公行升5仙 中行升1仙 港交所升超過1% 中國人壽跌跌近2% 有光保險跌超過1% 騰訊通股跌8號 金沙中國跌超過1% 長和跌跌近2% 新鴻基地產跌7號 九龍倉升超過1% 跌近2% 中海外升跌近1% 二華雲之地升超過1% 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 都要跌 都是見到偏遠 中海油報在9.25 中石油報4.96 中石化報5.31 昆仁能源都要跌一先 而中國神華升超過1% 這一節的時間也差不多了 謝謝Ryfi的分析 剛才說過的板塊當中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謝謝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讓大家這一 bit 讓你們再結束 不管 IX 感谢观看